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15集 作弊 做完这一切,亡灵目光落在那奉天狼族大汉的五阶木台上 右手虚空一拍,这木台发出轰鸣 震动下其上大量的符纹飘出,直奔亡灵而来 在这些符纹临近的刹那,亡灵取出了自己的五阶木台 吸收之中其木台剧烈的震动 骤然向外膨胀 转眼之下,就达到了六千丈大小 站在木台上的亡灵 顿时就感受到那熟悉的神石冲入心神 其脑海中的地图再次多了一面 更是在这瞬息间那 一个威严的声音回荡亡灵心神 九阶为终,本道有天地人三福,人福有人和剑,此剑随本道杀戮一生,为天下至兄之剑,因其杀戮成魔,故而本道在其上留有三道封印 声音消散 亡灵神色平静 半晌之后,他目光一闪 操控身下那六千张大小的木台直奔前方而去 渐渐消失在了雾气内 一路,亡灵极致,隐隐的他可以感受到在前方也有几道木台的气息存在 这些木台显然都是五阶以上 它们存在的位置要远远的超过亡灵 其中最前方啊,按照亡灵的分析 其方位甚至已经到了第八幅地图 地图九章,那道古夜末话语中的意思,似乎并不是谁最快进入第九幅地图 而是第一个成为九阶木台,才算达到要求 按照我现在的速度,无法快得过前面那几人 亡灵盘膝坐在木台内,目露尘眼 许久之后,他摸了摸眉心,眼中渐渐露出金光 这古墓内,人人均有数字标示,唯独我没有 若那托森也来此地,他定然也没有这数字标示 我是古神,不而进入这里,不需数字标示 那么,这数字标示到底是什么呢 亡灵目光一闪,他隐隐好似抓到了一些什么 低头右手在木台上一拍 顿时就有一个数字符文振起,被他抓在了手中 从进入这古墓后,亡灵始终被动 受此地那冥冥之力操控指引 按照其意而走,即便是那巨手的出现 似乎也是有人操控一般 这种感觉让他很不舒服 眼下亡灵第一次去仔细地观察 这古墓内极为重要的数字标示 盯着此物,亡灵渐渐皱起眉头 时间缓缓过去 亡灵任由着木台向前急急而走 穿过了第五张地图,进入到了第六张地图内 他手中的符文已经换了数百个 每一个符文他都观察得极为仔细 这符文内并含了一股很古怪的力量 这股力量存在的作用 似乎就是为了让人可以短时间存在于这里 若是没有了这符文 亡灵右手抬起,向前虚空一抓 顿时那封灭族少女身子漂浮在亡灵身前 这少女尽管足印被亡灵取走 但其眉心上还隐隐有一个烙印 这烙印正是数字标示 少女双目紧闭,似沉睡一般 亡灵盯着其眉心许久之后 右手抬起 骨神之力弥漫在手掌 向着那少女眉心轻轻一抹 这少女身子一颤 亡灵右掌一开后 其眉心的数字标示仍然存在 亡灵沉默少紧 打开储物空间 取出骨魂屏 右手再上一拍 激烈的嘶吼中 从其内立刻就飞出一尊骨魔之魂 这骨魔魂刚一出现了 便立刻被亡灵一把抓住 狠狠的一捏之下 这魔魂顿时犀利而亡 化作一团骨魔之力 环绕亡灵右手 亡灵目光闪烁 体内骨神之力涌动 弥漫右手与那骨魔之力融合 时间缓缓过去 融合始终无法圆满 总是做不到完美的融入 似乎还缺少什么 骨妖之力 亡灵双眼越来越亮 左手虚空一抓 顿时便从储物空间内 飞出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是他在第一处封印之地 身边修士为了保命送出之物 当时亡灵神识扫过 知晓此物是古妖之宝 其内蕴含了不多的古妖之力 此刻拿出 他不假思索 左手再上一敲 立刻葫芦内便有妖气轰轰而出 那妖气正在凝聚成形 便被王林左手直接笼罩 取出一部分 按在了右手正在融合的 古魔之力与古神之力上 古之三魂 三种气息插那间齐聚 立刻就在王林的右手上 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力量 这力量远远超过了古神 古妖古魔 抓着这股力量 王林有种抓住天地的感觉 他毫不犹豫 右手抬起 直接在封灭族少女眉心一抹 骤然间 那少女双目猛地睁开 发出一声惨叫的同时 其眉心的数字标示 竟被王林一掌抹去 那少女没有了数字标示 其身子顿时剧烈地颤抖 四周的雾气 更是在这瞬息间 好似沸腾一般 疯狂地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 直奔着少女来临 死这少女眼下的存在 与这古墓的规则 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引动了古墓的一系列巨变 要将这不该存在的变化 生生抹去 这变化太过突然 就连王林也都没有料了 几乎瞬息间 四周的雾气就疯狂地弥漫 刹那间 那少女就被雾气笼罩 消失在了王林身前 王林目光凝重 盯着前方雾气 在突然地涌来后 慢慢地消散开 那少女的身影 已然随着雾气消失 不知被带去了何处 有意思 王林难难道 看了看手中 从那封灭族少女眉心 抹下的数字标示 放在了一旁 任由木台向前击指 许久后 他再次取出一个古墓魂 捏碎后 化作古墓之力 与自身古神之力融合的同时 又从葫芦内 取出了一些古妖气息 三者迅速融合 在融合圆满的一刹那 王林不假思索 右手直接拍向自己眉心 轰得一身 王林身子猛的一阵 体内圆力急速运转 面色顿时苍白下来 但其双目却是金光闪烁 他眉心中 此刻那古之三足融合的气息 呈漩涡状 阵阵剧痛从额头传来 似有一个锥子 正急速刺入一半 搬上之后 这剧痛渐渐消散 在王林的眉心 赫然出现了一个数字标示 就在这数字标示出现的刹那 四周的雾气轰然翻滚 隐隐传来如咆哮一般的声响 急急迷茫而来 私要把王林连同那六千丈的木台吞噬 仿若王林现在的举动 搅乱了这古墓存在的固定规则 要如那封灭族少女一般被这古墓抹杀带走 就在这四周呼啸狂暴来临的瞬间 王林毫不犹豫 右手在自己眉心狠狠地一抹 便把那诞生出来的符文印记生生撕下 在被撕下的刹那 王林面色更为苍白 呼吸略有急促 他更是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四周的雾气 观察其举动 且做好了反抗的准备 但诡异的是 随着王林眉心印记被他抹下 四周的雾气渐渐平复下来 慢慢退开 许久之后 王林的笑声在这雾气内回荡 他望着手中的数字印记 内心已然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古墓内 正是因为他身为古神 故而眉心没有印记 但这印记却是可以诞生出现 所需是古之三族气息的融合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不会如那封灭族少女一般 在抹去印记后 会被这古墓抹杀 因为他本身就不应该有印记 这印记只不过是这古墓 送给所有非古三族制 让他们可以短时间内 存在于这里的封印而已 这里是古之墓地 唯有古之三族才可以进来 外人若要进就必须要有这个印记 同样的一旦印记失去 立刻就会被这古墓抹去存在 之所以古之三族没有印记 但此地却是以墓台升阶为重点 就是要让古之三族后人 在这里杀戮那些外人 夺取印记 这些外人不是传承试炼者 而他们是试炼的一部分 只有我才是真正的试炼者 如果拓森来临 他也将成为试炼者 只不过拓森为人狂妄至极 脑子确实有些混乱 他未必可以想到这个关键 王林望着手中印记 将其放在木台上 顿时这印记就融入木台内 成为了一体 杀人取印并非是唯一的道路 而我无法与那些老怪相比 时间上也来不及 但我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再次融合三族气息 化作那奇异之力 毫不犹豫地暗在眉心 烙印在线的刹那 立刻就被王林快速地挖出 一个 两个 十个 三十个 转眼之间 便有近百个数字符文 被王林以自己的身体 不断地凝聚出来后 融入深下木台 他所在的四周 因如此频繁的举动 使得八方雾气越加狂暴 云涌而动 咆哮更为剧烈 当王林实际把握得极为巧妙 丝毫不给这些雾气 卷灵的时间 慢慢地 以这种近乎违反了古墓规则的方式 王林在短短的数个时辰 便凝聚出了数百个数字符文 一一融入深下木台 轰然间那 这木台在吸收了奉天狼族大汉所有符文后 再扩展到六阶之余 本就已经多出了不少 此刻 再加上王林这种几乎变态的方式 顿时就到了七阶的要求 轰鸣之下 王林身下的木台急速膨胀起来 阵阵雾气内的尘埃被迅速吸扯 从四面八方凝聚 使得这木台从六千丈不断地扩大 六千三百丈 六千七百丈 直至七千丈 七阶木台 七千丈的木台 以其大小极为惊人 远远看去 几乎就是一小块大鹿一般 出现在了雾气之中 更是在其出现的刹那 四周的雾气似被狂风扫过 竟不敢接近 齐齐逼退 阵阵金光在木台上闪烁而出 万丈如扬 使得四周雾气再次退后 有一些雾气退后较慢 背着金光一扫 顿时就消散一空 好似被蒸发一般 王林脑海内的地图啊 骤然间再次开启一幅 但他看中的不是地图 而是在那心神内 回荡的第三次出现的声音 地图为魂 本道一生共杀三仙尊 囚印其魂在地府 本欲炼成本道分身 后世之人可取 然此三魂极为强大 后世得者若无十足把握 莫要放出 这三魂生前 均都是赫赫之辈 声音消散 汪林精神一震 他终于知晓了 这话语第一次出现时 提及的地府为何物 至于那仁府内的仁和剑 汪林心中也有了猜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